继神话剧妈祖之后 导演陆琦的新作雪事 即将于9月30日登陆湖北天津 云南重庆四大卫视 9月25日该剧在新举行的开播发布会 当天除杜若西 赵洪飞 周恒 一众主创亮相外 演员言宽也是作为特要嘉宾亮相活动 并现场为妻子杜若西送上了鲜花 你想看在横店那些景区拍吧 就是一直有的拍了 而且没有爬山的那些路程 都是可以预计拍摄的困难系数的 但是在湖北恩施那个大山区 那些山有几百米高 你在悬崖上经常开车转井 而且有些时候 你不知道当地会发生什么样的 一个自然情况 所以我挺担心这一点的 然后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而且是在冬天要拍戏 10月 11月 12月 他不舍得我 这个太老了 你要了 这个对体能要求 包括对心理意志力 太太太太 真的是很佩服他 所以我说我刚才为什么来献花 我觉得我今天说实话 我是真的是佩服他 要我就不干这事 对 两人自8月9号宣布已婚消息以来 生子则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那康哥刚才那个热气也说了 您就是比较想当爸爸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年纪也不小了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至少可以 那如果您当爸爸的话 是那种严肃 还是稍微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觉得我是严肃的 还是慈爱的 我觉得他一定是个慈爱的 会溺爱的 我觉得是那种 不行就抽的那种妈妈 太可怕了 谢谢大家